《神经》说的,我们接待的客女 我又下街的时候,看到姐姐多了一份体谅 因为看到她们睡在街上,我只想想 她们都离乡别人打工 然后,我认识了另一个弟兄叫Peter 她问我可不可以搞一些活动和游戏 在星期日,在假期 逢星期日,她会带着其他姐姐到我家 在这里吃东西,聊天,比她坐在公园 另外,我请了一个读完神学的印尼姐姐 她进来后,我给她时间 我说明,这份工作有部份是照顾婆婆 但最主要的工作,我给她空间带着婆婆 甚至在街市、城、公园和姐姐聊天 甚至在星期日,跟她们搞活动 在南亚类负学,我们都很主要 她的经济 EO 我想说这部份是最中心的 我觉得我们亦是争取机会 去看奉担这些小商店 特别是南亚类小数族朋友开的小商店 那其實他們都那個處境都是挺孤單的 那面對舊區重建 那他們的生意都未必是可以長久地維持下去 那如果我們作為本地香港人 是能夠是可以去光顧一下他們買多也好 買少也好 那其實都是讓他們感受到那種溫暖那種愛 那這個對他們是這個香港陌生的地方 它不是他們自己互相是營商 那其實是一個對他們來說很大的鼓勵 在聖經告訴我們 每一個學生都是神的創造 它是有神的形象 所以當我們接觸學生的時候 我們覺得它每一個都寶貴 而在我的角度 就是本地學生和外層學生 都是一樣的 他們不只是看他們的外表 因為我們學校其中一個方針 就是當每一個學生都自己的子女一樣 因為他對我有信任 所以來到我們學校的時候 我們為他祈禱 這個工作是非常之容易的 是一會變 讓人也會變 舊世也信息不變 潮池將退 年月過去 朝向最美應許 奉獻一生 也請問我們 我們要看一看 平和難度 也請你們 都會不會 我們來一等